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手一手一手三四五 手指很長一三三五 好多的幸福 連結團拉到我 剪刀石頭布 大家好 我是牛奶哥哥 大家好 我是泡芙姐姐 還有珍珍老師 大家好 我是珍珍老師 還有兩位可愛的小朋友 黃豆 還有璇璇 耶 小朋友 今天我們要 資源回收再利用喔 一起來看看 原來是佈置自己的相片 一起來看看做這些東西 需要哪些材料 需要的材料有 剪刀 白膠 裝飾配件 照片 包裝袋 還有後製板 那我們現在請資珍老師 介紹一下今天的作品 好 這就是今天的作品 喔 是啦 是廢物理由 對啊 是相框耶 對啊 你知道這些相框 這上面漂亮的顏色 是怎麼來的嗎 是怎麼來的啊 老師 好 那我現在就來告訴你 是怎麼做的喔 好 好 這個上面用到的東西呢 都是從我們不要的包裝袋上面剪下來的 好 比如說 好 像這樣子的包裝袋 這上面這顏色有沒有很漂亮 有 很新耶 對啊 像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剪下來利用 原來是這樣子 對 我們今天呢就要利用 比如說像這種平常我們已經不用的包裝袋 或者是像這種廣告紙上面的圖案 或者是呢 像這個 小袋子 對 小袋子 有時候我們會收到 也許是朋友送給我們的小禮物 我們的小袋子啊 這個都是可以拿回來再利用的喔 哇 超級環保的耶 沒有錯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做了好不好 好的 太棒了 好 首先呢 我們要準備一塊後紙板 一塊紙板 當作我們的底板 然後我們要準備照片 照片 照片呢 第一個動作我們要 先把照片的位置定出來 比如說我等一下照片 想要放在中間這個位置 而且我是要放橫的 那我用鉛筆 在這四個角落做一個記號 好 稍微馬刻一下 大概知道你要放在哪兒 對 這樣你才知道 你等一下這個紙 你旁邊裝飾的部分要貼到哪裡 好 稍稍標記一下 對 大概知道那個範圍 你到時候貼的時候 可以貼到這裡面來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照片放上去 這樣子OK 但是你不要如果 這裡範圍這麼大 可是你只有貼這樣一點點 這樣就不好 就留白了 對 這樣就比較不好看 好 好 那比如說像我現在拿到了 這一張包裝 這個包裝袋 那我覺得這一塊很漂亮 顏色很漂亮 那我就把它剪下來 每次我拿到禮物那個包裝袋 我都捨不得丟 可是也不知道用在哪裡 原來可以用在做相框 對啊 我每次拿到都直接丟掉 對啊 我一定會直接丟掉 好可愛喔 好 我們現在第一個要做的工作 就是呢 把你們現在手上有的東西 先剪下來 你們覺得可以利用的部分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做拼貼 好 先剪然後再貼 對 好 好 那牛奶哥哥呢 準備了這個 那是什麼嗎 這就是平常小朋友呢 貼紙後面會附一張紙對不對 貼紙貼完之後後面這個附的紙呢 小朋友都會丟掉 那很可惜對不對 對啊 你這個好可愛喔 對啊 這個很可愛啊 對啊 那我決定要用它的一半 好 我們今天呢 要把我們收集到的東西 不管它上面是圖案也好 是字也好 我們一律都把它當作是圖案來看 好 比如說你現在看到這上面有字 但是你不一定要貼正的 你可以貼導的也沒關係 你把它當作是圖案來看就好了 好 好 剪完之後你可以先排看看 排看看 決定好了以後再黏上去對不對 對 大致先把位置 排出來 還有像這個 它這一整塊的圖案就是這樣 對不對 可是它有可能 我覺得它太寬了 或者是它太長了 我們可以把它拆解開來 像這個點點 我們就可以剪下來另外用 重新再把它 重新組合 對 重新把它剪開來 再組合都可以 不一定要用它原本的形狀 我覺得做相框好好玩喔 因為做相框我們要貼照片對不對 昨天晚上泡芙姐姐就自己在找照片的時候 就一直看就順便回憶 就覺得好開心喔 我小時候的樣子 還有爸爸媽媽年輕的樣子 所以妳今天準備是妳小時候的照片嗎 對 所以我今天準備說小時候的照片 好 那我先借大家看一下好了 而且我準備了兩張喔 登登 我的主題叫做 大家來找茬 這個是妳嗎 沒錯 這是泡芙姐姐小時候 是幾歲的時候啊 大概四歲的時候 而且這兩張照片只差一分鐘拍 它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欸我真的不 喔 小朋友可以自己看一下喔 你們可以看看喔 想不然妳小時候就很會擺Pose 對啊 我小時候就有在訓練喔 所以其實這個 這個勞作真的很棒耶 小朋友可以跟著爸爸媽媽 一起回憶過去啊 可以跟爸爸媽媽年輕的樣子 好 那珍珍老師還要 提醒小朋友一件事喔 因為我們的包裝紙啊 包裝袋這種塑膠的包裝袋 它大部分都是透明的比較多 對不對 對 所以妳在挑選妳的底紙 這個厚紙板的時候 妳盡量要挑顏色淺的 對 這樣子圖案上面 袋子上面的圖案呢 或者是顏色呢 秤出來才會比較明顯 這樣才會透出來 對 好 如果已經排好的小朋友呢 大家就可以慢慢的把它黏上去了 好 黃豆跟雪璇已經開始黏囉 哇 雪璇挑了一張很可愛的相片 我們大家看一下 好 借大家看一下 妳挑了什麼相片好了 哇 那個是什麼時候的照片啊 這是什麼時候的照片 妳要不要跟大家說一下 我五歲的照片 妳五歲的時候的照片 哇 而且是三姊妹 是妳的好朋友對不對 對 哇 真的是把大家的回憶都翻出來了 對啊 做相框真好玩 對啊 那牛奶哥哥呢 今天要做的是 有點像日本風的相框 日本風的相框 所以我就把很多呢 有一些日文字的呢 就是Logo把它放在上下的地方 為什麼要做日本啊 因為 跟牛奶哥哥今天要放的照片 有點日本味喔 有一點日本味的照片 借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好 先給大家看這一張好了 這哪裡有日本味啊 沒有啦 裡面有一個人 他待會兒會變成日本人 誰 牛奶哥哥嗎 這旁邊有一個很可愛的 這是我媽媽 牛奶媽咪 對 但是呢 因為她說這一張呢 因為她沒有化妝 她覺得很醜 不會啊 我覺得很漂亮耶 所以我媽媽呢 她私底下呢拿出了 這一張照片出來 一定要我放這一張 這是牛奶媽咪的 沙龍照嗎 沒錯 而且媽媽就是穿了很可愛的和服 很棒很棒 對 我要把這個相框呢 送給我媽咪 哇 很不錯耶 包裝紙都貼上去了沒 貼好了 好 那我們請珍珍老師 教我們下一步該怎麼做 好 好 我們的邊框都貼上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相片貼上去 喔 主角要上去了耶 相片貼好之後呢 基本上這個相框已經完成 但是我們可以 再用一些可愛的裝飾小東西 來把它黏上去讓它看起來更豐富 喔 好 所以呢 先在相片的周圍 塗上白膠 再貼上框框 貼上你喜歡的裝飾品 看像這個 小貝殼 我手上的這個是小貝殼 而且它有很多顏色的喔 所以小朋友可以自己挑啊 然後把它布置在你的相框外面 就會更漂亮喔 用一些裝飾配件 讓你的相框更豐富 對 因為你看像我這個照片 是在岩石上對不對 然後我旁邊我就幫它加一些貝殼 感覺更戶外的感覺 好 牛奶哥哥的完成了 好快喔 相框都裝飾好了沒 裝飾好了 好 那我馬上呢 來介紹自己的作品囉 好 太棒了 好 首先是牛奶哥哥的 好 你的是 牛奶哥今天做的是 牛媽媽之意記回憶錄 哇 好高級喔 而且你用嘴巴輕吹一下 吹一下會有什麼變化 轉過來就變成 噶咛 全家福 太厲害了 沒有 再吹一下 吹一下 好啦 很棒的相框 好 那我們來看看泡芙姐姐的 好 泡芙姐姐是 大家來找茶相框 大家來找茶相框 是哪裡不一樣呢 就是我的頭巾 當初是媽媽叫你做這個姿勢的嗎 應該是吧 我從小就非常的時尚吧 真的 非常的時尚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來看看玄玄的作品 是什麼呢 玄玄 星尼 キキ 玄玄 星尼 キキ 他們是三個好姐妹對不對 對 三姐妹 閃亮三姐妹 姐妹相框 好 看一下黃豆的 黃豆的好棒喔 它真的是 亮亮相框 很像是遊樂園拍回來的有沒有 真的 都Bling Bling的 很漂亮 真的做得很漂亮喔 厲害耶 那我們今天做的相框 有沒有很好玩 有 我們謝謝珍珍老師 不客氣 也謝謝兩位可愛的小朋友 黃豆還有雪璇 Yeah 下次還有更有創意的作品 一定要記得收看 剪刀石頭布 By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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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記得怎麼做嗎 排好照片做記號 剪包裝袋素材 先在底板上排列看看 將素材慢慢貼上去 再貼上照片 最後加上裝飾配件 這樣就完成平貼相框囉 下一次要做的是 室內拖鞋大改造